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挑食 听得懂吗 不要这个吃那个不吃的 因为你的整个的身体里面缺少很多的营养成分 明白了吗 而且你想东西跟人家不一样 总是很害怕 不愿意见人 听得懂吗 今天已经算很不容易了 走出来见这么多人了 对不对啊 怕什么有什么好怕的 你又不缺鼻子不缺眼睛的 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的小女孩有什么不好啊 天天拜佛 很快的心中就没有忧郁感觉了 因为你现在老觉得人家要害你了 老觉得别人会看不起我了 嫉妒我了 或者怎么样了 听得懂吗 懂 他一张爷爷讲了对不对啊 对 我怎么一会儿变爷爷了 听得懂了吗 开心了吗 我告诉你 自己学会念经 把身上的不好的东西可以念掉 因为你经常会突然之间感觉 一下子感觉心情非常不好 很不开心 对 你睡觉 有做不好的梦 叫你的妈妈跟你讲 每天晚上自己念七遍大悲咒在睡觉 就不会做不好的梦了 明白了吗 你妈妈我知道 看得出来的 你妈妈 你妈妈会念经吗 我们两个全家都在念经 全家都在念经 那他在给他念 一共念三百七十张 三百七十张小房子念后 他这种症状都没了 非常好 他已经进步很大了 他已经跟过去不一样了 过去很厉害 对不对啊 感谢卢台长的帮忙 让他在上个月很顺利地找到工作 他这次是从 特别从哇嘎哇嘎 坐了六个小时的火车过来 我的妈呀 火车坐得来哇啦哇啦啦 哎呀 坐得来嘻里哗啦啦 所以他想问问看他的事业 还有他未来的婚姻状态 婚姻真的是有点问题 他还会有问题 感情运还会出问题 你要是叫他再找男朋友的话 真的有点麻烦 我觉得你应该 在我们薛佛人当中 找一个也好一点 你在外面去找的话 把现在的男人 好的都坐在这里 听得懂吗 懂 现在的男孩子都是真的 真的骗财骗色的都有 明白了吗 所以台长指的就是说 他在婚姻方面 他要念心经 而且要念姐姐奏 化解跟男朋友 以后找朋友的话 要化解他们的冤结 那就找到善缘了 否则就找到二缘 要念姐姐奏 姐姐两个人的冤结 姐姐奏 每天要念几遍 要念49遍 很短的 好吗 好 你叫他哇啦哇啦 坐火车们就 在火车上就哇啦哇啦念了呀 那他工作 目前的工作因为 还可以啦 他是学X-ray 要一直做这个工作吗 嗯 最好不要一直做这个工作 因为这个工作 一直做下去的话 有点辐射 所以他应该要再换工作 那应该换哪一个跑道 比较适合他 跑道了 墨尔本跑道 我刚从悉尼飞过来 你以后叫他 你以后最好叫他 以后缺点一呀 那比方说 这种辅导啊 那种老人啊 或者老人也是的 很多老人身上都有灵性的 这也是问题 你自己喜欢什么啊 小丫头 不知道 我告诉你 这个女儿非常老实 我看她的图腾 老实得不得了 是啊 她的感情上 有两次要不好的 不好 两次 听得懂了吗 她从小就这样子 我告诉你好孩子呀 老老实实 所以不要让她 到坏人的地方 多的地方去呀 你让她到药剂师 药房里面去打 打工目就好了嘛 药房 药房啊 她今年申请医学院 没有通过 没有通过再申请 再申请 那有什么关系啊 好 又不笨 脑残啊 谢谢 稍微有点自闭吧 她很聪明 很聪明的 对 属什么的 属猴子 92年的猴子 这猴子被人家绑着了嘛 被人家绑着 那怎么去解套呢 就是她妈绑的 要叫她妈解套 她一步一 一举一动 她妈妈都管着的 我告诉你 现在的工作呢 还比较稳定 没什么大问题 但是不能常做 现在做多少时间了 两个月而已 两个月啊 一般的半年 半年之内不会有问题的 她有点辐射的 已经有辐射 她做那个 Otrasound吗 X-ray X光照射 仅仅是X光是吧 对 没有超声波是吧 没有 还可以 这小孩子真的很老实 小孩子要当心啊 你们医院里有一个人 蛮喜欢你的 男生还是女生 那当然男生啊 那女生同性恋啊 傻姑娘了 经常盯着她 是啊 喝咖啡什么的 我没有看到 你当然没看到 你看不到 那台长的意思是 念节节重 每天四十九遍 小鸭都听得懂吗 不要随便跟人家谈恋爱啊 你都不知道人家干什么的 傻傻的 她没脑子的 她太善良了 分不清 所以妈妈一定要绑起来 没什么 她不会 你叫她好好念经 她就会有 有菩萨保佑她了 不会 就不会出大事情 好 谢谢 好吗 那她想知道图腾的颜色 她几几年啊 九二猴子 猴子是吧 哦 她偏白的 叫她不要穿这种衣服 稍微白一点 好 好吧 就淡色 拼白色 哪怕 哪怕那个 稍微淡一点 也比现在这个好 好 她说去找工作啊 去interview啊 她全部要穿自己的本色 很容易成功的 白色 很多 我们很多的佛友 我给她看 她所租的 我说那是白猪 然后接下来 她interview的时候 穿着白春衫去 人家老板盯着她看 一个礼拜就要她了 不是开玩笑的 都是真的 明白了吗 明白 那想问一个亡人 是我的妈妈 叫林王爽 双目铃 三横亡 爽是爽快的爽 林 王爽 王就三横亡是吧 耶 三横亡 林王爽 什么时候死的啊 大概十五年前吧 嗯 林王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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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还不错 看到了 看到了 那请 在天上 在天上 在玉戒天 在玉戒天 嗯 那请问我要 再为她念多少小房子 我许愿给她 我跟我女儿帮她 已经烧掉很多了 对 她本来应该没有到 玉戒天的 就是你们烧了很多小房子 是 我告诉你 头发花白的 不是全白的 对 嗯 嗯 年轻的时候 这里啊 嗯 还挂两个东西 年轻的时候 你妈妈 应该没有 年纪大的没有 年轻的时候 年轻的 嗯 她现在显画给我看的 是她年轻的时候 嗯 她是胖胖的 还是瘦瘦的 胖胖的 偏胖的 对 对不对啊 对 她本来是胖胖的 对 她考考我啊 是 因为我不记得她以前带过东西 对 我现在看到她带的嘛 她给我显画看年轻的时候 你们记住为什么有时候亡人到你们梦中来 她显画年轻的时候 因为她死的时候那死相特别怕人 所以如果她梦里来孩子会吓的 所以她很多母亲走了还不愿意吓孩子 所以群愿把自己 那个年轻时候的样子写画出来可以看 他们随便可以把自己年轻时候的样子 可以换到身上来给你看 明白了吗 明白 很好的 台长我可不可以特别情商 请你帮我先生看一下 他身体很不好 49年的牛 他就在现场 你念经我就帮你看看 但是呢 我们全家都念 一个人只能最多看两个了 不能看太多 我不看自己 只帮他看身体就好 几几年的了 49年的牛 哎哟 话很多 他身体很不好 对 腰 他的肾脏 对 都不好 我告诉你 他还有前列腺 小便不干净 是 人倒是蛮好 很热情 但是呢 现在脾气不好 就动不动就要突然之间发脾气 比较没有自信 其他没什么 叫他好好念心经就有自信了 心经 心经叫他念 那他身体要注意什么 心经 然后身体们最好吃素呀 最好吃 我告诉你们 吃全素的人 他的身体体质是碱性的 是 碱性的体质生儿子的 所以你看我们很多佛友 吃了全素之后 生出孩子都是儿子 你就问医生好了 医生都知道 碱性体质生儿子 酸性体质生女儿 都是这样的 因为他之前盲肠癌 开过刀 然后 切掉一大段了 看到了 肝脏也切过 肝脏切得很少 一点点 他很害怕他的身体 他现在就是人虚 虚 非常虚 好 他现在几岁 我看看 看看他能活几岁 我也不讲给他听 他就在现场 现在几岁啊 六十几 一九 四九 六十七岁 你叫他好好念经啊 他这几年身体都不好 还有两年非常不好 好 还有两年 好 两年之后可能会好转 好 好吗 你要叫他念经 而且叫他放生 是 放生多少条 他如果不放生的话 他的阳寿会缩短 已经缩短很多了 好 跟他过去年轻的时候 有个杀业有关系 是 我看他有杀业 好 好 这样 谢谢师傅 好了 没问题的 好吧